外传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有可能在春天访台引发了中国的反弹 对此麦卡锡说中国无权决定他要去哪里引发了外界联想 而立法院长尤锡坤最近访问华府也备受关注是否会跟麦卡锡来碰面 但是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表示自己的行程相当紧凑 结束之后要赶快回台湾 他们抗议一件事变成是他们的SOP 他们如果没有抗议我看他们那个关联大概就没有办法存活了升官 立法院长尤锡坤说要赴美强烈表达台湾立场不怕中国打压 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主张不谋而合 一传出麦卡锡春天可能访台立刻引发中国反弹 虽然访台消息还没证实但也凸显台美站在同一线 麦卡锡这番话更为访台与否留下想象空间 我是台湾的议长我今天就来到美国 那美国的议长到台湾也很正常 中共不必反应过度 尤其游锡坤这回访美将参加美国华府重要活动 国家祈祷早餐会 不只有机会与美方人士交流 是否会面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成焦点 美正面回应刚好这时 主美大使萧美琴被募集前往麦卡锡办公室 但对双方是否会面都是避而不谈 是否会像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一样 保密到最后一刻才突然落地台湾 外界高度关注 记者这么报道